车在大风天里被吹走了 但是人在大风天里可是被冻坏 毕竟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尤其是前两天后半夜 沈阳能达到零下十几度的天气 但是也就在前几天 有人却大半夜的跑到马路中间呼呼大睡 您说吓不吓人 11月20号凌晨2点 沈阳雷锋出租车团队的一位低哥 发现一名中年男子 以半吨姿势趴在青年大街中间的护栏上 由于车上有乘客 他用手台喊来了其他队友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家判断这位应该是喝大了 当时气温在零下十度以下 如果醉酒男子一直挨到凌晨 很有可能被冻伤 事不宜迟 哥几个在与醉酒男子沟通无效之后 决定开车送他去派出所 警察那个照个道具罗的 咱俩就跟警察把那个警车协下来了 一说完了警察说那你先给他送到派出所吧 完了咱俩开车就送到那个南塔街 那屋里河派出所了 记者了解到当天上午醉酒男子 恢复意识后已经自行离开 在这儿也想提醒一下 爱喝酒的夜班工作者 夜间醉酒后最好不要单独出行 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 很容易发生意外 不过这位大哥很幸运 有热心低根帮助